Hello大家好我是主持人Roger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仁 欢迎收听吉普 今天一样我们的常驻嘉宾 是连续的三集 跟我们做一个长期的对路 就是我们嘉宾JC 嗨 又说 快说快说 要保持热情 因为上一期 上一期有讲到澳门的宿舍的东西 也讲到澳门里面发生过很多 算是不可思议的事件 也没有一个真实点 但是接下来这个故事 会有一个真实点 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发生在我身边 而且是我的一个下属 这个故事是这样子 这个故事是某间酒店 我先不讲这个酒店的名 因为蛮影响到这间酒店 我也蛮怕这间酒店 这个东西是发生在这家酒店 而这家酒店是我工作上的酒店 虽然人家知道我工作是哪一间酒店 所以我在这些梦里也是不会讲 观众应该是没有听过我在哪里做工 我没有真正讲过我在哪里做工 有吗 没有吧 我不知道 出本情文去 我印象是没有 管它有没有 就是你知道的话就不要出声就好了 这间酒店 这间酒店是我在这里工作了七年 当然也有很多的故事在这间酒店 可是很奇怪的一样东西就是 我在这间酒店工作七年嘛 前三年是完全没有听到任何的鬼故事 为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是过后的四年的MCO的关系 我还是因为你没有朋友 的确啊 那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朋友 还是因为氧气太旺啊 不是啊 因为那时候 太忙了 我是一个小的资源 我不是上司的level 所以Meshman的东西就是比较少通知到 我们比较少知道 除非发生在你身上 你就会知道 但是 基本上公司有什么 自杀案啊 或者有什么奇怪怪的东西发生啊 不会宣扬出去 所以能知道人也是少之又少 但是我这个部门也是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我是负责监控 然后安排保安去巡逻的这个部门 所以假如说有什么吵架什么 我可以第一时间开监控 然后就安排保安派多少个人去 去解决 或者是去安排次序 或者是安排逃生之类的 这是蛮管酒店的逃生的位置啦 然后这故事是发生在MCO的时候 大概是三年前 那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 是有一个外籍的菲律宾男士 他欠了很多很多钱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不好的动作 在凌晨五点的时候 去了这个清洁房的工具房 就是他们拿清洁用具的地方 然后到早上八点的时候 因为我最记得是那时候我在开会 因为每天早上我们会开一个会 management会开一个会 突然间一接到电话全部冲上去 然后叫我回去我的那个警公室看情况 所以我蛮印象深刻这一档案间 然后这个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他有写遗书 因为人家会觉得只要没有写遗书的情况下 人家都会觉得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发生 他杀或者是什么会多余的去猜测 但是有遗书的话是很确定这件事情 发生事情 然后他的遗书那边是有写 而且有拍下照给我们看 他就写说 因为他写英文 菲律宾他写英文 就是讲说我让谁失望的那一些人 不用担心 我永远在这边 就是说你的钱我永远都会还的意思 然后这件事情发生过后 当然是有请消防局 然后请那个警察来过来 主要是他酒店他们一路来 你会发现一样东西 一般的命案或者自杀案 他们不会当场给死亡证明 报纸也不会报道当场给死亡 报纸只会报道说 他去到医院抢救不治 你发现澳门的报纸都是这样写的 除非他是发生一些谋杀案 但自杀案基本上都不会讲说 他当场去死 这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算是前规则了 后面就精彩 刚刚我讲说我是属于保安部了 所以我刚好 我有一个非兵级的同事 他转进来 他是发生这件事情 过不久半年他转进来 我们的部门 我部门就是看监控的 然后这个同事呢 他就 我之前节目有讲 我们很喜欢半夜的时候 凌晨的时候 在office没有事情做 就在那边讲故事 然后也是一种壮短 类似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讲一些灵异东西会爽一点 大发时间 因为凌晨真的很闷 所以他有讲过他发生自己的 在他自己身上 然后这件事情是这样 刚刚我讲的那个同事他自杀了 对 过不久了 过后公司就派一些法师来镇压那些 但是一个星期过后 所以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的时候 刚好这个同事 他放假回来 然后刚好他被排到 巡逻在这个楼层 这每一个楼层 他们把案巡逻是这样子 他们会拿着一个叫做巡逻墙的东西 然后在一个定点他们会 跌一下 然后把他的数据记录下来 然后他们就用电脑看 你是不是有 真的是有巡逻 OK 然后于是否他巡逻 每个打钟的地方 突然间他觉得很奇妙 过后他就在这一个自杀的 菲律宾籍的楼层下面 他看到一个菲律宾籍的人 在下面 对对 而且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人 他就想说 这个人就是很nike 笑笑笑笑 经过跟他点头 然后就想说 他就问他厕所在哪里 因为我们酒店这样子 你后勤啦 你要找厕所 只有LG下面 要不然就是酒店里面 然后 有一些地方是有厕所的 比如说一些清洁房的 后面有厕所 但是有一些楼层而已 所以他要确定 他就问他 那个厕所在那里 然后他就笑笑不出声 他就走掉 他走 他走了过后 他就想说 他可能带路 就跟着他 跟着他 跟到那个电梯那边 他后楼层有一个 叫做后勤电梯 对啊 后勤电梯 他进到那个电梯 就是那个人他就跟他 跟到那个后勤电梯 一个lobby这样子的地方 然后那个人就按电梯 那奇怪 他是不是 叫他去下面上厕所 OK 然后他就那个 所谓的 跟他微笑的那个人 他就进到里面的电梯过后 他只是跟他微笑 然后关门 他就关门了 他就关门 然后他跑到厕所说 哇你很没有礼貌 你叫我起调 你还要关门 其实他那时候心态是这样子 他想说这个人真的是 很没有礼貌 虽然你笑笑这样对我 但是这样做也是很没有礼貌 他心想 你是不是在故意的玩我 或者是故意的弄我 让我有结讶上厕所要用完面 因为我们有一个潜规则是 能尽量不要用客人的电梯 就尽量不要用 这是专业上 因为客人要用 把他能尽量不要用 因为你穿着制服也不好看 对 除非你是穿着的那些西装 但是要是说你是穿着制服 能不要用就不要用 所以就是一定要用后勤 他这样子用过后 他就唯有就等电梯 电梯到他早上的时候 他就想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要抓出来 就是大家都是同乡 为什么要这样弄我 OK 所以他们吃早餐的时候 那时候在七点多早上 OK 他们很喜欢 就是我们外籍员工 就是很喜欢 不是很外籍员工 很喜欢一些同事买这一堆 在那边吃早餐的 对啊 然后我们就会找一些外籍同事 在那边吃早餐 聊天 聊天吃早餐 然后吃早餐的时候 刚好里面有一个报告就提到 上几天有发生过 调警事件 然后他就想说 调警事件 我那一路程 我刚刚回来 不知道怎么可能 是我那一路程 然后他就问那个人 那个清洁员工 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因为他每个有名牌的 对 他就想说 叫那个 比如说 他是叫 讲这个名字 比如说他是叫 阿比之类的 阿比 就这边写阿比 然后他就 他就想说 这个名牌好像是 很熟悉 很熟悉 而且是晚上才看过 他就问 他就想说 我今天晚上的时候 遇到一个人 也是叫这个名 也是叫这个名 他不要讲奇怪 他讲也是叫这个名 但是他很过分 他想知道这个 因为有同名同姓的 肯定有 他一定有同名同姓的 他想说 这样子他就要找出来 然后这个同事呢 他就开他的Facebook 他想说 是不是这一个人 他想是 他想说这个人 就是前几天 调警自杀的那个 他跟我讲的 整个过程的时候 是很冷静 这样跟我讲这个故事 我还说你不怕吗 他想说 都发生去了 是当下没有那种 因为发生过了 恐怖 他这件事情是 他亲自讲以外 周遭人 也是有在讲 他的那个事件 因为他有散播出去 然后过了不久 过后就你知道 开始侵法师 然后开始 找人去清洁这个地方 就这个位置 这位置现在还有在用吗 还有在用 清洁过后还有在用 你知道我们的老板 其实他很迷信 他非常的 他是比一般的老板 还要迷信 好了这个不讲 这个不讲 这个就少讲 其实多多少少 多多少少也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 也是在楼层 也是在同一个酒店 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当时候我的上司 他是每一天都会下午巡逻 然后巡逻的主要 就是看那些逃生门 是不是正常的运作 因为是很重要的东西来的 只要逃生门 你不是正常运作的话 你想看只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客人要逃走 是突然就开不到门 会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每一层 都会这样去检查 这是做成他的 一个饭后的散步的行为 就他都是吃饭过后 去巡逻那个楼层 这个时候他其实 他本身是蛮男小的 所以他也不会一个人巡逻 他是女的 他就会叫一个男的 保安跟他一起巡逻 因为不是讲说 鬼怪这些东西 但是也怕突然间 有人攻击他 还是有人 就是对他行为不愧 这样子 因为他巡逻的那些楼层 是没有什么人会经过的 因为逃生门 逃生门没有什么人会去看的 所以他巡逻 那时候他巡逻到大概 一点多两点 他就回来很紧张 跟我讲说要开Camp 然后正常的SOP就是 无论你是上司也好 或是你是经理也好 我会问 我一定要问 你要开来做什么 因为公司协议 你要开来做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 地点在那里 然后他就讲说 他发生一件事情 但是他要看了确认先 然后他在这家酒店巡逻到最上面那一层是32层 他巡逻到32层的时候 当时候他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跟着保安两个人 直走嘛 直走啊 弯一个路口进去后勤的那个电梯 他直走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人的身影 然后这个人的身影很特别 他是像model这样子的身影 就是我们的服装店那种男model这样子的身影 然后他的脚是没有脚的 他就想说那个是什么 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楼层会放这个东西 是不是没有清洁 没有清洁干净啊 把杂物乱放 有可能 然后当时候那个旁边保安他就是写眼看 他就想说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mom 他就是菲律宾籍嘛 I don't know mom 然后过后他看很久 看很久 他发现这个 这个人影他是 完全是定型在那边 他也看不清楚他的整个 他只看到一个黑影 这黑影的轮廓 就model的黑影的轮廓 然后就想说还要证实到底是谁 放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要求我看cam 是谁放这个东西 因为很容易看 他就直接射 射在走廊镜头那边 当我们开cam看的时候 看到他出现 但是他的走廊镜头是没有东西的 一点东西也没有 然后他就开始毛了 他就想说 不可能有东西 然后特地叫那个保安 跟他寻找那个保安这样说 问他是不是有东西 他想是有东西 可是整个cam的过程是 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那当时候他没有走过去看 他们没有走过去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 算是也是有觉得 为什么我要去 去处理这个东西 就是看到底是谁弄了 叫那个清洁员来弄就好了 因为他都要下去了 他以为那个只是一个物品 对 他以为那个只是一个物品 然后所以那个东西是什么 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看cam当然知道是 没有东西 可是他一直很暂定绝帖的 讲说那一个东西 有那个东西 然后包括他第二次上去确认 是没有那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是 感觉上整个酒店的气氛 就是MCO那一段期间 都是发生在MCO那一段期间 然后整个酒店气氛下 感觉没有什么人气 没有人气 对啊当时一直都 一直都封锁半个月 是 一个月这样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 澳门的自杀率跟谋杀率 也提高很多 对啊而且再加上你讲的 那32都几乎没有人上去 差不多一两年时间 嗯 除了你们保安之外 对 所以 自然会聚集一些 阴森的东西 我觉得 没有人气 这样讲到澳门 其实我顺便讲来 接下来这个故事 这故事其实是很短的 因为其实我工作的时间 也是蛮长的 对 所以经常也是会有 那些所谓的 很多的鬼故事 所以了解到 这一则鬼故事 是在我离职前半年发生的 就是当时候 我有一个下属 他想说 他是长期要作业班的 我们就想说 长期要作业班 然后我就派你去 另一个部门 因为我们 我们的监控室 有两个位置 而且是 地理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 有两个位置 是有office的 然后另一个位置 他是比较小型的 一个酒店来的 所以他就比较少 保安 也是比较少 人家去工作 然后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位置 他从两个人 没有 从七个人工作 缩到两个人 慢慢就缩到 一个人工作 就是整间办公室 只有一个人 所以陆陆续续 也有人发生过一些 比如说 有人感觉到 他一直 后面有人看他 就是那个 很怕鬼的 那个同事 他一直感觉 有人看他 可是我们就讲说 你太敏感了 他讲说 你只是做晚上 你太敏感了 然后后面 他也是有真实一点 就是他拉买 其他同事 有一些同事就讲说 他看到的东西 就是 你知道 黑板吗 黑板 他的下面不是有 一个方 那个Market Pen 他看到 那个方Market Pen 那个东西 是上下的在移动 这样子 所以他就觉得 那就那时候 他看到很久 他想说 是不是地震 还是是不是 这个楼层的 那个频率 想到这样子 他看很久 看到久了 过后他就 他也是继续咬 咬到后面 他就没有理他 他就算了 没有理他 但是他没有讲 这件事情 然后过后 他们去讨论了 他有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其中一个同事 他是长期做夜班 刚好讲 所以我们就派他 长期在那一个酒店做工 这样就不用 换来换去 而且他是男生 他不怕 他讲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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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很轻松 其实那个位置 我觉得也是 我有去过几次 我就觉得很轻松 因为 整个office有一个 然后可以看书 然后可以听歌 为所欲为 自己有小天地 对对对 但虽然是有CAM 看着你在做什么 但是你看书 那些不过分 就没有东西做 你看书 那些不过分 所以我经常 很喜欢去那个地方 但是 有一些同事 就觉得那边很隐身 一个人就很怕 就不想 有些人就觉得很无聊 没有东西做 就不想去 而这个同事呢 他就经常去 这个位置上班 那时候他是蛮开心的 就是整个 就是自己的小天地 于是否他一直到有一天的凌晨 四五点左右 他感觉到有人拉他的后颈 后颈的那个衣领 那么明显 所以往后拉 他是慢慢还是很快 很快 就拉 抽 现在你在人家后面 这样子突然就抽 抽拉 他就想说 他就觉得 有人 他就快翻过去 没有人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怕了 就是走回这边 走哦 站起来走来走去哦 就是给自己的心情到一点 可能是错觉还是什么 可是在他这个 走来走去的 就是插腰啊 走来走去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个 我们有一个 叫做保险箱的东西 保险柜的东西 很大 很大个就铁的那种 像你看那个 Fast and Furious 那种大大个的那种 他就是那个保险柜 突然间 上面的笔掉下来 不是笔吗 没有 是稳健 稳健掉下来 然后他就弯腰捡起来 弯腰捡起来 就是发现这个 这样大个的铁的 他是在摇晃 铁的什么 铁的保险柜 他是在摇晃 是左右这样摇晃 那不是很重的吗 是很重的 所以他就 他就一直在 对着这个保险柜 一直在看 他到底是怎样摇 他到底是怎样摇 然后过后 他越摇越大力 他就没有理他 他就紧紧的坐回他 他还能不理他哦 他神经那么大条 因为他不能离开 他不能离开 因为你离开的话 就三离之手 但是他可以call啊 是 所以他就是坐在 他座位上 打给他的同事 打给我们 讲说 很冷静 我要人家 顶我上厕所 他没有讲 他也是很尖 他讲我要 我上厕所 然后过后 那个人就过来 过来过后 他做了一个 更尖的事情 就是他去厕所之前 他去厕所之前 他跟那个人讲 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好贱 所以这件事情过后 当然也是有汇报去上级 因为蛮严重的感觉 就是有真实事件发生 再加上上级的大老板 对这些类似的东西 是很迷信的 所以就安排了 人家去看CAM 看他的办公室的CAM 在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很有趣的是 他们在看CAM的时候 他们像他讲的东西 一模一样 全部发生 都差不多 包括他的衣领被拉 衣领被拉是没有看到人 但是他看到他就是往后倒 像我们做那种躺椅 才突然间这样往后倒 然后就想说 怎么他突然间往后倒 然后包括他弯腰捡东西 也不知道是风吹还是什么 他就文件掉下来 还玩要解东西 然后过后 可是整个过程 看那个保险箱 它是没有动 他好像产生幻觉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看 看那个保险箱 但是到时候保险箱是 没有动 完全没有动 我没有意思说 那个同事 他看到的那个保险箱 他形容到 他是动到很弱的很大 然后那个监控是完全没有 没有在动 所以你们还怀疑 他是产生幻觉 是 这个事情过后 也惊动了老板 然后过后也是要请那个法师 做这一系列的东西 但是 它是我离职半年前发生的 我离职过后也没有 没有请 也没有看到他们请 所以我觉得是 一个地方其实 它少了一些人系 它会变成很隐身 就是比如说这个office 因为就算它是 长期是这样多人 突然间每一干 二十小时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在里面上班 然后再加上有些东西很尖 他就会把灯关到暗暗 然后在里面看那个 看那个书 不是我 我不会管暗暗因为我看书 所以这个是我在澳门的 其中一个在工作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 一路续续有一些事情发生的 像我之前有跟那个阿仁讲说 有一个事情是发生在 这个很精彩 这个是它发生在所有人看着的档下 它是 它那个时候是我没有上班 我没有上班 但是事后人家告诉我 然后基本上你看澳门 刚刚我讲的所有东西 就好像MCO过后期间 雨后春损 这样子一个一个爆出来 所以这个东西是MCO过后的 它也是发生 解释不到的一个真实案件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赌客 所以我们就会把 叫一些dealer去转一个职位 去做保安 去做清洁工 因为很需要 因为清洁工的工作量增加 他们要清洁 要消毒 甚至要装这个洗手液 然后保安这个不用讲 他从里面到外面都要上班 就是要测量客人的体温 所以很多dealer就转进来保安 当然这些完全没有进行训练 所以他们就是可以站在一些 没有什么冷的地方 所以 这个地方是发生在 每个酒店都有一个停车场 包括 不要讲酒店 包括你去shopping mall 都有一个停车场 停车场里面就是 进去就是一个门口 然后一个电梯 或者是一个楼梯 一个扶手梯这样子 这个地方是发生在他那时候站岗这个位置 然后他那个位置是地下二层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bug到那边 因为车少嘛 MCO的时候 第一层都bug 都多 喂到任何地方都可以bug 所以第二层是完全没有人 这同事那时候发生在晚上八点多 这同事就突然间用walkie talkie求救 他讲说 control 我又帮忙少 然后他又没有讲地点 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发生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专业性 所以他们不会讲地点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飞一轮去找 才知道他讲那里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汇报的时候 我是比较希望他们是汇报想说 这个地点的电梯是几毫 或者这个地点的lobby是几毫 哪怕我们已经训练他们的 他们也是不理的 这就是有一些澳门人的心态 中文的心态 然后哪怕就是你把那个位置的名字 放在他的面前 他也是不堪的 所以那时候发生八点多 他就只讲了这一句 然后我同事就很紧张 到底什么事情 他就开了所有入口的camp 他就看什么事情 他刚好看到有一个dealer 算是dealer了 他转过来的 按DL 他就对着队长机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就派保安过去 当时他只是看没有什么人 他就派一个保安过去 那保安就过去了过后 那个auntie就跟他讲说 那边有东西 然后保安就 what the fuck 他就看旁边一下 没有东西 然后就call call radio跟我们讲说 那边是不是有人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东西 他就一直看 一直确认 然后那个auntie就一直指在一边 然后就开始争 他一直发抖 然后过后把他就没有办法 就打给上司 就跟我们讲说要求资源 然后打给他上司 上司就派人下来 然后就跟他换掉这个岗位 然后换掉这个岗位的时候 等到这个auntie他冷静下来的时候 他就讲了一些事情发生 他发生事情是这样子 他当时后他讲他是有阴阳眼 他是有阴阳眼 然后他也是习以为常见了这一类的东西很多了 但是他是从来没有看过让他这样害怕的东西 他形容这个东西是世界上看完全没有看过的东西 无法形容 无法形容 他没有办法形容这个东西 他当时候的情况我们看withcam 当时候的情况是这样 他在checkpoint那边站着 然后突然间他就去开门 然后他就开门 他开门了就做一个手势 就有客人 可是整个过程是没有人的 然后过后他就关门 关门了过后他就帮按电梯 想办法客人按电梯 然后就站在电梯门口等 然后突然间他就看到那个电梯的那个门 诶 他的电梯有反射的嘛 晶片反射的嘛 这个电梯门他是洗到很干净 又有晶片反射的嘛 他就看到诶 这么没有东西啊 只有他一个人了 就翻过去看一下 有人了 他就一直这样翻 一直翻翻了过后 他有好像对着空气说话 那时候他是想说他劝这个人离开 可是这个人慢慢就是不满意 然后慢慢变成他很怕的样子 然后到他离开 到他离开 整个CAM看到的过程是 他有向四面鞠躬道歉 那么多 四面鞠躬道歉 就是他看到的是人还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他没有形容 他形容不到 他讲不是 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 叫花咯 你要一个人去想回他最怕的东西 也是很可恶 是啊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过后 他算是MCO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也是你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这个其实他 我们拍宝安 拍过去的时候 宝安那时候确定他的眼神 跟确定当时的情况 是足足七八分钟 他一直confirm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是菲律宾级 他听不懂他讲什么 然后一直confirm他一直指 然后一直看 那事情想说 What the fuck你在讲什么 然后过后我们翻译给他 把他把他毛了 我这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以为是有人受伤还是什么 就穿那个手套那些 打算急救 打算急救之类的 然后他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然后整个过程是 到 我觉得蛮可怜的 是一点是过后来顶他为止那个人 他不知道什么情况 确实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他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也是一个好一点的 是啊 有可能如果是站岗的一个人 是没有阴阳眼 他就不会去开门 对对对 他就不会做后面一系列的动作 对对 好像邀请他进来一样子 他就像我帽子开门 你看到我了 是对对 然后你又要感冒我走 你请我进来你又感冒我走 我不生气啊 不礼貌 是啊一点也不礼貌 所以这是我在澳门发生过的 一系列的算是小故事 是蛮精彩的 打听到了过后有知道的 知道的四周也知道的东西 当然还有一部分是 我觉得蛮 就是蛮短的 所以我就没有放在今天的节目里 这样有机会的话 假如说这个节目 这个特辑 是很成功 很有回想的话 那可能我会继续做下去 做一系列鬼故事的东西 所以除了我以外 你们有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听说到什么事情 我刚才听你讲 那个你在宿舍的时候 遇到一些灵异事件 然后在工作上就没有 我发现到当人在很累的时候 是吗 那个氧气自然会下 所以刚才 刚才你有提到 就是算命是说你的命很硬 所以当你的命不硬的时候 就是在你很虚弱的时候 所以就变成你在宿舍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多 就是休息的时候 在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熬夜 因为熬夜也是会伤到你的血气 是经常熬夜 经常熬夜 所以工作上 因为你也知道以前 讲真的现在亲身经历的那些都是在以前做悲若的时候的 哦哦你讲的那间公司 那间公司我也是遇见 我之前也是做过你同样的职 是是是是 我觉得现在讲的最近的那些事是我听说的 因为蛮巧是我刚入职嘛 算是毕业过第一份工作 就这样刚好那间公司就是所谓的搬家 就是旧的就要搬去对面新的嘛 所以就是我们很注重quality这东西 就我们一个东西叫空气质量啊 我们也有一个clean room 然后要去 你是讲说是现在你的工作还是 现在现在现在正工作 然后因为他的quality 我们的product quality有些很高嘛 所以我身为QA 就是要confirm全部东西发销 人家才可以进去那间新的公司 嗯 所以我去的情况下 其实当时我没有感觉什么 因为那整个building啊 三层楼 嗯 只有一个人 我一个人在那里面啊 因为全部人都是在旧office的啊 因为我还去加一些东西 然后一待就是从早上 在做工到晚上 然后有时候还od到那边到7点 对对对 然后头头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嗯 然后过后他们过后 他们应该也是不敢跟我讲 嗯 到全部东西好了过后 我还听到人家讲啊 那个装修工人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二楼啦 他们装修到二楼的时候啦 嗯 那灯永远是开着的你知道吗 啊 没有关过的窗 全部都是开着的 嗯 然后过后才听讲 那个装修人 他们经常 听到小孩子在楼上吗 哦 经常听到 所以你经常就是跟那个小孩子在楼上吗 没有 因为我工作 有一个习惯我带耳机 我听书 嗯 也听不到 对其实有什么东西 我是听不到的啦 讲真的 嗯 然后过后 是没有什么事情了的 然后过后是 开始有人陆续去进了那间新的公司过后 嗯 我们还有一间房间是还没有完成 嗯 所以也是一样我自己一个人进去 拿一些数据的东西 嗯 我不是之前有COVID吗 嗯 我中了两次嘛 哇 我不知道是所谓的桥还是什么啦 嗯 我中了那两次的前一天 就是我隔天就两条线嘛 嗯 前一天我都是呆在那间房间一整天的 我一个人 哦 两次都是这样其实 可是你有没有遇到任何事情在那边 我不知道啊 有没有遇到处理 哦 可是他可以在听哥 在背背着那个东西 我直接搜出去的时候 他那小子在后面爬往前 他妈都没有理我 哈哈哈 我也不合心 真的是两次 我中两次嘛 两次都是这样 嗯 他就是 我不是在哪一层 sorry 最底 最底层 一楼啦 一楼 而且那边是扩建出来的 哦 就是啊 其实他 我们以前那 那个地方也是属于我们的 只是旁边是空地 嗯 然后我们把那片空地 去 骑一个三车路 哦 那二楼是打算要做什么 二楼是我们的 食堂 哦 那还好啦 骑很多 是 就是你这次而已嘛 你不会在那边OT嘛 是 那三楼呢 三楼做事 哦 我们office最高 要经过 哈哈 一定这样的 没有他是讲三楼 听到小孩子的声音 是二楼还是三楼 二楼 二楼听到 但是 三楼 就是一楼听到二楼 还是二楼听到三楼 啊 就上面 他才是在 office 在三楼 其实我们这间公司的 旧员工 因为 我们这间公司的 登录率很低的 所以都是做十多年了 十多年的员工啊 他们其实都有遇到过一些东西 哦 在这间公司 对 因为以前我的这间公司 是跑24小时的 啊 啊 所以 那一 shift 的时候 进行会有事情的 啊 然后过后 他们都是 但是还是做到现在呢 是没有什么 都思以为常 啊 算是 是没有办法啊 但是有一个女的 我听讲她辞职 因为这件事情 是因为其实我们有三个 building building 1 building 2 building 3 是现在哪一个building 嗯 在building 2 嘞 他算是一个store 嗯 他只有一架机器在那边 吗 啊 啊 就是长期那边只有两个员工 嗯 就一个building 里面只有两个员工 跟其他的货物 啊 啊 然后过后 那个也是以前的QA 嗯 他就去 check一些东西 然后就在 听电脑 然后他听到有人叫他名 而且是很凶的那种 哦 喊他名 喊他名字 哦 就连名带信 这样喊 对对对 也是蛮凶 对 这个很凶 很凶 是 然后这个他也没有讲清楚 是什么事情 他就很怕 嗯 然后过后他就辞职了 他也没有讲清楚 是什么事情 哦 你知道当一个人 被人家喊全名 而且是用那种怒喊的时候 其实会让你的那个 QA 啊 就是会让你气虚 哦 嗯 他可能需要对你做些什么东西 嗯 很会哦 他 他很会 那一个building 讲真的 我去找东西啊 因为我现在那边是空的嘛 嗯 但是有一些货放还没有 没要去找的嘛 嗯 我也是会很怕 哦 哦 因为我完全 然后那边有一间我们放reject的东西的 嗯 一间房间 嗯 他的灯哦 他不是放在门口这样开的你知道吗 嗯 他是在镜头的下面 哦 镜头完全就是在 就是你要在黑暗的情况下进那间房间 正要永远开灯 哦 哦 就拿着脱帅啊 我这样的设计很不好咧 是 他应该设计到法咧 对 他要设计在门旁边啊 他要设计在门旁边啊 是啊 那我上通宵之前是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工作的 就是待兴休假 嗯 那我在开始上第一天的时候 啊第一天的通宵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到那个算是M楼 嗯 M层 M层 对 M层 对 躲出一个层 对有一个M层 就是算是 啊 楼中楼这样子的 嗯 那我一走进去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搭电机上去了 过后我们要走一段 一段路 然后我们才可以开那个办公室门 嗯 那很奇怪哦 我就是在走这的时候 还有那个感应灯会打开的嘛 啊 对 那如果没有人走过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很奸的发明 那什么呢 省电啊 是省电啊 但是你想看每次楼层你要 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他才有 叮叮叮叮开点 哈哈哈 很暗的嘛 然后你有想过那种恐怖鬼故事 就是 你整个走廊都是这种感应灯 嗯 然后你走 你走的时候你往后看的时候是 慢慢关 关关关关关 对对对 就是好像你那种鬼故事那种很长的走廊 然后你走他的感应灯就一个一个开 然后你走完了 不过他就一个一个个关 然后好像有人在追着你这样子 啊是 啊 这个很奸的设计我觉得 当时我走的时候 我也不以为记忆 因为我当时是在听书嘛 嗯 然后走这的时候我发现他很好 嗯 就是 那个 鸡皮疙瘩出来 嗯 然后觉得很奇怪 平时走这条路都不会有问题的嘛 然后我就走走进去 然后我就打开了那个办公室门 嗯 一打开过后呢 嗯 就没有了 嗯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继续走 继续走的时候 他这一个办公室呢 他是 把所有的椅子跟桌子都已经搬走了 所以是很空旷的一个办公室 嗯 然后你要再往前走 一段路我才到我的工作室嗯 那我就在往前走多几步的时候又再来 嗯 那感觉很毛 那我就加快脚步 一来到我的办公室那个区域的时候就没有 嗯 然后就开电脑 然后开灯 开电脑 然后过后 就是等他 等他启动 然后我就在等着的时候去滑手机嘛 嗯 然后滑手机滑手机这样子 因为 因为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 已经在这边上班了一两年 嗯 都一直都在这个位置 哎没有 六个月 六个月都是在这边 我们通常都是通宵才会上来的 嗯 那平时都会在楼下的办公室 这样也是很尖的他的安排位置 安排在这种走廊位置 暂时性而已 当时候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已经给另外一个部门 给 用去了 那我们就被搬来这一边 嗯 因为你的办公室被我们保安部允许了 我记得 不是 不是 因为我记得 你讲的是另外一个 对另外一个 你讲的是另外一个 嗯 那所以我就不以为意嘛 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六个月时间都在那边办公 所以我会觉得很恐怖 因为我们通宵都是一个人在上班的 嗯 都是一个人在上班 那这一天的时候就很奇怪 然后我就开电脑打算做一些数据上的 这个资料要 嗯 要去算的时候就在做 我一直感觉到我的背后 因为我的背后就是刚才我走来那个走廊 来到我的那个位置 我就觉得后面一直有人在看 啊 一直在看 就是有一个目光就是你会感觉到的嘛 那我就会不以为意这样子转过去看 然后我又不敢 就是只是头转 因为我们 我也觉得头转会把我的那个三把火给催灭嘛 所以我就是整个椅子 那个 整个椅子转 它是那种办公室椅子 就转过去看 然后 一定是看不到东西啊 就想说看一下看会不会这样 然后就一直 做了半个小时一直有这个感觉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就把这个电脑关了 用另外一个电脑就是面向那个 面向那个走廊的 因为它就是四四方方 这一个有一个这边 东南西北都有电脑 那我坐的是北方嘛 那我去南方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走廊 这个走廊是在这一个位置的 那我就没有办法就在那边坐 坐坐坐 当时候我有一个想法 我希望快点坐完 我就去楼下 因为我去楼下的另外一个办公室 因为只有这个办公室可以拿到那些资料嘛 通常我们都会直接在这个办公室 没有人去理我们 我们从12点到8点 我们都一直呆在里面 那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呆 所以我一坐完过 我马上跑回下去 那我就过了一天 我也没有跟人家讲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 我就在中午的时候就问我同事 就讲说最近有没有人上去上班 他们说没有 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人上去上班 就是自从我开始休假的时候 就没有人上去上班了 所以隔了一个月 然后中午也不会有人去那边上班 所以整个楼层是属于中空的状态 对 他那边没有窗 没有 没有窗的 没有窗户 然后就是只是那个通风口而已 那第二天的时候我也一样 上班时间我去到楼上 然后过去经过那个走廊 也很毛 然后进到里面也是同样位置都很毛 然后第三天 第四天我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每一次去 我差不多做完了东西 我就下来 几个小时我就下来的 第四天的时候 我就真的是顶不顺了 我就跟我同事说 我有听到一些公司上的一些鬼故事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然后就讲讲讲 就问他 你们有 就开这个话题 然后没想到 我也是有听到一些奇奇怪的事情 我想其实我这几天啊 我在那个M层都有感觉到 他讲是吗 他们就开始有兴趣了 因为我们开这个话题 他讲走走走 我们一起上去 我要就是你这个反应 他安排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经理 我们一起上去 上去了过后走那条路 一走了那条路过后 很奇怪 完全没有 没有那个感觉 然后我们进了那个办公室过后 我们需要刷卡 刷了卡进了办公室 那有很宽阔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继续走进去 也没有那个感觉 然后他们就陪着我 做完我的报告 之后再一起下去 哦 然后我走到那个空旷的地方的时候 他有两间厕所 嗯 他有三间厕所 男女跟那个 阿光 哦没有 男女跟惨战人士 惨战人士的厕所 当时候是 那个惨战的厕所 它是打开着 嗯 我觉得很奇怪了的 就是 平时我们上班 我们都是会关着的 就是一直都有人关着 没有人会去打开 嗯 然后那几天都一直开着 嗯 就是 感觉会里面有一股气出来 嗯 那时候我就让他们等一下 嗯 我想说我要去关那个门 然后我就关 然后就倒脚又下去哦 然后一去到办公室的时候就问 哎这样你们有没有感觉到那种茅茅的感觉 嗯 他们讲没有啊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也没有 哦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单人的话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对 很多人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可是我发现一点你们两个故事都是会在听书的时候 做的这些东西 哈哈哈哈 一个人去听书的时候一个人去做空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五十五课都在听书 啊 所以他他是完全 我就没有感觉到 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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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茅嘛 所以我才会去感觉 然后第五 第六天的时候就是我上班的第六天 第二天就要休息了嘛 嗯 第六天 那我就自己上去 嗯 上去做完 我就下来 嗯 整个过程中我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哦 从那一天开始就没有了 那一天才有罢了 但是过后全部人上去过就没有了 连续四天就 连续四天就有 然后人家朋友上去过后就没有 没有了 哦 然后我有 呃 饭间 嗯 我把那个产商的厕所打开 嗯 那感觉又来了 哦 我又把它打 我又马上关掉 哦 好像那个 资本的那个花纸 哈哈哈哈 在马上会伸那个厕所收出来 哈哈哈哈 其实我有感觉到 其实可能是那个 感应的那些磁场 因为场子间没有打开的时候 可能他也储备一些力量 嗯 所以我经过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是吗 嗯 我觉得是 可是这所为怎样去解释 我觉得是比较多相于是 气氛上的问题 就是你那当时 当下的那个气氛 然后你发现到有人盯着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 好像 那里都不对 然后你就开始会一直在想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到 你看到那个厕所 讲说有一些 气出来 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出来 可能是你的 心理上的一个影射 就讲说 嗯 这个是 这个是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 我把它关掉了过后 就没有再发生这些事情 就是连续四天 是有发生这些事情吗 你讲连续四天 那个厕所是有关的 这四天 那连续四天 我是没有觉得这个厕所是有问题的 哦 完全没有觉得 只是第五天的时候 跟他们上来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门应该要关的 这样会不会是 会不会是 啊 你跟他们上来的时候 他逃到逃到 逃到厕所后面 刚好你就关掉了 在厕所 哎呀不能出来 哈哈哈哈 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件事情 是 只是当时候 我是以那种 啊 很自在的情况去走那个走廊 啊 是 是 然后我才发现到为什么会那么毛 那种毛的感觉就像是你靠近那种 以前的电视机啊 那是四方四方形的箱子电视机 你靠近的时候他会细你的那些毛上来 哦 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整盛都是 哦 哦 哦 ok 后果他发现他听说他在听鬼故事 哈哈哈哈 你听说是听鬼故事吗 哈哈 因为听电话 是搞笑的 哦 搞笑 哦 其实说回这个工作上的鬼故事啊 刚刚 Jace有提到Payroll 他在Payroll中 当然这个Payroll是 呃 在他进入职做Payroll之前 我是做那个职位的 我就是他来顶退我的位置 哦 哦 但是这个Payroll的故事其实 嗯 我不知道你听的故事跟我听的故事是不是一样 我是看到的 哦你是看到的 OK 你是看到的 你只有经历啊 你只有经历啊 我就是讲这个第一天公司就有经历 哦 是 你是看到的 可是我是听到的 嗯 我第一 我是那时候 我是听闻讲说 这个Payroll每天晚上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敲键盘的声音 就是 能打键盘啊 那种声音 然后 我会感觉很好 然后 他除了 呃 除了这一系列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是讲说 呃 有一个女的 红衣女的 会带着一个小孩在那个 restriction counter前面 啊 等人 啊 等人 这个是我里面的一个工作的同事跟我讲 然后 但是我经常 为什么我会讲这个Payroll这个位置 是因为我经常在这个Payroll那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 都熬夜通宵 一定要熬夜通宵 一定必须要熬夜通宵 我记得我跟他一起上班的时候 我们也是经常熬夜 对 经常都是到10点 Netten吧 那个Netten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转去Payroll 啊 如果我转去Payroll的时候 基本上是11点12点晚上才离开 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上班 然后重复这样子的生活 嗯 长达多少 多久 呃 长达到我离职 嗯 啊 然后有时候Balue还会过去 没有没有我去做的时候 我也是到12点了 哦 就是他会算那些 呃 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算那些cash 然后算那些OT 然后给这些外籍员工去发工资 还有本地员工去发工资 所以呃 当时候我很喜欢网上的时候就是去那个 Hashop Manager的办公室 因为里面很爽啊 有iPhone吹嘛 然后他外面的iPhone就会关的嘛 那里面吹iPhone 然后里面还可以算钱那些 然后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 然后 然后 那时候我是算算算算到大概 呃 一定当中是1点凌晨1点半左右 然后我出去 出去的时候 他的Pero是在Hashop办公室的正前方 所以我就听到 这种声音 我就想说 妈的 不是马上遇到了吗 这种东西 然后我就去看 我就去开灯 我一开灯啊 他发出那种老鼠的叫声 原来是老鼠 原来是老鼠 因为很多时候办公室他们坐着座位上会放一些零食啊 放一些小吃啊 那我们就会吃 吃老鼠就会沾在那个Keyboard上面弹 这是我 算是缓解今天这个主题的一个故事啦 因为有时候 一个人看的是 就是一个人去真实 跟一个人去感受的东西是不一样 嗯 就是你真的是真实了 如果你发现是的话 你就加辣了 你就完全就想说 是的怎么办 然后Jero说你是发现不是 啊这样还好 我看到了 嗯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能力啦 嗯 那你那件呢 那件是什么 你是我过后啊 其实因为 头头一开始是我在另外一个部门做过后 OD我过去那边嘛 嗯 头头一开始 然后过后你走啊 过后我就转移去那个部门 对 那时候还有一个人带着我的 嗯 然后过后记得 应该是差不多你要closing的时候 嗯 他run away啊 嗯 哎呃我讲他run away之前 因为他run away之前呢 我跟他也是做到差不多12点晚上半夜 嗯 凌晨12点这样的 然后那时我们在test run 嗯 然后其实背入位置换了 嗯 他换去里面一个 嗯 之前背入是在外面的嘛 对对对 他因为privacy 他就搬去里面那一个 嗯 然后过后有一家电脑呢 他就是针对着interview room 嗯对 就是他通过那个门 可以看到interview room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closing 全部就围着那一家电脑 嗯 然后过后啊 那个interview room一开始的状态 那个门是关着的 然后会关灯因为没有人的嘛 关灯啊 然后过那灯就突然间开 嗯 因为我们刚好就看着 突然间开 然后过那个门就慢慢开起来 开起来 开起来 然后过我们进行 全部就没有出声了 嗯 然后可以 结束完收尾过后 全部就默默关灯过来 然后我们就走啊 嗯 我们走啊 这件事情就当成没有事情发生了 嗯 这个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他那个位置哦 他是不可能会有 所谓的风吹开这个门 因为他是一个 密 算是密室啊 没有窗 算是没有窗 就算吹开那个门 那个灯你要讲几个事 对 然后再加上他的门是很重的 嗯 很重的 风是不大可能会吹开 他是木门的 嗯 然后之后呢 这个过后背入那个run away 过后 嗯 我就没有 做过样子啊 刚才你有讲到你去manager room嘛 嗯 但是那时你走过后 manager他就从 budgeting那边搬过来 黑暇这里坐了 哦 啊 然后过后我通常他差不多9点多走嘛 嗯 所以我通常都是跟他一起走的 哦 然后我就没有 因为那是一个人 我就没有再一个人留在那边过 啊 嗯 很危险 我经常 我经常因为因为我还好因为是我是男生嘛 然后我外面就是保安啊 然后buddybuddy啊 全部都会看着我 因为那时候我是属于走路回宿舍的状态啊 嗯 当时候你是走路还是驾车 呃 有走路有驾车 都有啦 看情况 然后这个 那时候我们还不确定什么事情啦 其实比较是过后 如果我有去布杰星部门做的时候 嗯 你知道之前的布杰社是自己一个人做一个 cubicle的嘛 后面那边的啊 photoset machine那边的 那时候那边是没有做人啊 因为布杰社就跟MV做一起 嗯 做一起啊 然后过那时就是什么我们的部门 我得罢了 那时候 嗯 全部人都在我记得那时MV也在布杰社 全部都在 嗯 但是那时Manager回了 嗯 Manager回了 然后我们就坐 然后有些人还外放歌就开歌啊什么 然后突然间 突然间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这是什么事情 一团被揉住的纸 嗯 从那个方向丢过来 什么鬼 真的是丢进来那时候 丢进来 嗯 他那个位置是 是 不是铁门的吗 铁 铁网的吗 就是一般的 他高度 他就从那边就丢过来 然后可是你没有人 没有人啊 那时整个会是没有人啊 那边也是没有人做的为止啊 那时候只有谁 那时候姓人 都是啊 四五个人 哦 对 四五个人啊 那四五个人乱门 哈哈哈 你确定不是其他人搞怪 没有人啊 天哪 我觉得 就是没有人 我觉得很强的 甚至他的那个 HR Manager 跟Bersey 新的Manager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是 然后他的命很低 哈哈哈 他经常做无敌 那时不敢做什么 也不敢做什么 也不敢做什么 全部就开始收东西了 嗯 啊 说我们就快点走啊 啊 然后过几天后 因为 之前的啊 那时候的Mb 是一个有一个印度人 嗯 那印度人呢 他讲他自己看得到这些东西 嗯 都有阴阳院 是 那天过后 他就开始一直生病 嗯 嗯 然后过后有一次是严重到他去跟Manager汇报东西的时候 他进去罢了 他看了Manager 他看着是他旁边的位置 哦 他就站去了 嗯 然后突然间晕倒 哦 他看到什么 对 然后过后他就 他就过后他醒来过后人家就问他看到什么 他想看到东西站在那个Manager旁边了 哦 他进去的时候 我还经常去啊 那个Manager房间坐 那时候他那边就没有过去 没有Bergetzer的位 哦 Bergetzer的位 Bergetzer的位 好像还好 嗯 然后过后 过后才打听他一切才听到原来之前那个Bergetzer一个人住院那边是 经常有一些事情发生的那个位置 哦 嗯 那位置经常 那个位置是他的 哈哈哈哈 他的气场太强了 哈哈哈哈 然后就 那时候过后那个员工就一直生病 他就一直住院 他一直住院 然后一直发烧 嗯 然后我亲身感受到了啦 嗯 那时也不知道这种事 我一去做工 我就头痛 嗯 我就MCO 嗯 但是我在宿舍我就没有事 嗯 然后到有一天你记得 你们记得那个 RAW material那边啦 有个SPOISER 嗯 RAW material 忘记叫我明儿啊 他已经去世了 哦 哦 他就听到我一直头痛 他就拿一个符 他就放头梯 哦 那就放 就很神奇的事情 我放好过后 我就没有在头痛啊 嗯 哦 他很有这种 玄幻的东西 是是是是 其实这个 这个工作我只听过一次吧 但是我真实是假的 所以我就 过后我觉得就是 不知道可能会发生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 今天节目我只是讲说 他 我看到的东西 其实是老鼠经过而已 但是 很幸运的是 但是我那时候是经常 只有我一个吧 没有四五个人 只有我一个 那这样没错吧 因为第一次看到那个门的时候觉得 还好没有这样恐怖 但是那团只丢过来那一瞬间 整个人是杀掉了 整个人是杀掉了 整个人杀掉了 而且那一天回去过 因为我之前有走路回的嘛 嗯 走路回那一段路 突然间一群狗 跟在我后面飞 你知道吗 嗯 哇那时候 他跟着你 跟在我后面飞 你知道吗 所以狗帮了你 我觉得 好幸运那时候 因为搬新宿舍嘛 所以我是跟阿兴睡一间房子 而且要不然我不知道怎样睡啊 哇塞 他现在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这边OK啊 嗯 你知道吗 对啊 OK 嗯 好了 今天的 在我们工作上遇到的鬼故事 其实差不多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嗯 因为 我们只是纯粹一个分享的心态 当然也没有讲说 去中商任何的公司 这个我要说明 任何的公司 还有任何的 呃 让人家害怕的这间公司 嗯 嗯 有好的环境 当然是也是有坏的环境 嗯 延伸的出来 其实我想说多多少少都是会有啊 嗯 对 因为你不能 estimate到整间公司 没有一处是 呃 不阴凉的地方 一定有一些地方 是我长期没有人去的嘛 那会议室啊 那些事情是没有人去的嘛 那今天的节目 差不多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喜欢我节目的话 欢迎继续收听 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